好的 那麼剛才各位朋友的關於這個發動車 到底熱不熱車的問題 我們趕快請出我們的生活情報局小編吉祥來幫忙解答 吉祥有兩分鐘的時間麻煩您給個答案好嗎 好 利亞好 各位新聞朋友大家好 很快速的跟大家講一下這個在冬天冷車啟動的問題 其實在洛杉磯完全在原地熱車啟動 即使說您住到下雪的地方 很冷的地方 也沒有必要原地熱車啟動 因為這樣會增加這個發動機的積碳 而且尾氣排放過多 對我們這個環境也不好 政治的做法是什麼呢 您只需要說在家裡打開您的車之後 先緩慢的 就是說匀速的行駛個差不多半分鐘左右 就可以正常來開了 無論您是在洛杉磯 還是在比較冷的地方 這個方法都是可以讓您的發動機 讓這個 即使我們說冷車啟動的話 是因為機油它黏度太強 所以說我們慢慢的讓它匀速的走個半分鐘左右 它的機油變熱之後它的潤滑效果就更好 這樣的話您就可以正常開了 千萬不要說在原地然後點火 然後再等個兩三分鐘熱車 完全是沒有必要這樣的 今天算是知道了 因為好多時候我都以為要在原地停一下 熱一下然後再啟動了 實際上就是打招火以後 你就慢慢的後退 然後往前慢慢開一點點 是的 就從家門口啊 從那個比如說dryway啊 車庫開到門口就差不多了 開到門口小路啊 或者從小路開到大路上就可以了 就可以正常開 因為它畢竟是個機器 完全不用說那麼那麼擔心這個問題 好的好的 非常完美的回答 謝謝美國生活情報局小編吉祥 謝謝您 謝謝利亞 那我們今天節目到這結束了 我們明天見